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11日 首先祝大家过年好 今天看到了一篇文章 刊登在海外的万维网上 题目是什么呢 是做官两年倒霉几十年 也就是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 庄泽洞的儿子 庄标写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在中国提起庄泽洞 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尤其是我这个年龄的人 可能现在的小孩们 已经是没有印象了 我还是记忆有心 庄泽洞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英雄 但是后来由于涉及到政治了 有一段时间 这个人成了敏感词了 这个官方媒体 有意引导人们遗忘 但实际上人们不会忘 因为庄泽洞那个年代 资讯也不是太发达 这个乒乓球带动了中美交往 这件大事 当时官媒宣传的 这个是非常的热烈 所以说中国的老百姓 对这个庄泽洞子耳熟能详 那么今天就是从体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也就在什么呢 中美关系遇到麻烦的时候 昨天拜登上任以来 第一次和习近平通电话 习近平高兴坏了 马上让新华社发稿 发的稿件 速度非常快 我看到今天 美国这方面 也有一些报道了 过一会再谈谈 今天谈的庄泽洞 给大家看看庄泽洞的形象 光辉形象 年轻的时候 手捧奖杯 就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 世界书房 我还第一次听到这个媒体 大概是国内的 他这个讲什么讲 这2013年 就庄泽洞过世那年 他的儿子描绘了 这个现场看到的一个情景 当时庄标45岁 那现在也50多岁了 说是庄泽洞过世的时候 其实3岁 说是来了很多名人 但是讲了半天 有很多体育界里的名人 没有 体育界领导也没有来 为什么没有来 成了敏感词了 说庄泽洞这一生 所以人们对他的概括非常准确 做官两年 倒霉几十年 其实在中国 这个也 中国的老百姓也好 还是上层的 社会精英 或者是这个当官的 都饶不开政治这个问题 就你 你躲政治也躲不开 说不定什么时候 你就把政治 把你捆绑在一起 使你的命运 这个发生了 自己想象不到的变化 本人对这方面是有体会 这个我呢 这个在年轻的时候 梦想是当一个记者 从没想到要成为什么 就反共的一个人 这个都是没想到的 人生就是这样 这篇文章讲到说是他爸爸 这个当年就比赛的一些故事 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了 我也不去重复 这文章比较长 我要讲的什么 就是中共当时啊 毛泽东中文来 想利用这个乒乓球 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 这非常重要 那个时候你想 是1971年呢 日本民股屋举办了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啊 就庄泽东有一个特点 当年胆子很大 敢和什么呢 美国运动员接触 那时候啊 你和老外接触 都是反革命 都是特务间谍 绝对不允许 那都属于重大的 这个外交事件 就了不得了 但是他敢接触 恰恰又赶上了这个 中国和苏联作对 发生真报道的这个战争啊 毛泽东想和这个 美国改善关系 美国也想笼络中国 一起对抗苏联 所以这个听说好像苏联 说准备要上中国 丢核武器啊 原子弹 这个美国不同意 这个美国这国家 对中国来讲 还是非常好的 就像那个当年的 飞虎队一样啊 总是在关键的时候 帮中国呀 就非常可惜 习近平 他的读书不多 他不懂中国的历史 也不懂世界历史 坦率地讲就没有文化的人当官了 素质太差 否则他应该对美国好一些 所以那时候的 双泽东就 接触了一个老外的乒乓球运动员啊 原先提委 也准备回来整他 搞不好就都判刑坐牢啊 那可是大事啊 但是恰恰毛泽东很高兴 毛泽东想用他 来这个作为小球 带动大球啊 毛泽东还是很有智慧的啊 这个包括周恩来啊 这个和这个当时的尼克松啊 说的就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都很聪明啊 要改善这个关系 这个远交进攻啊 这个策略是对的 远交进攻应该是中国永远的国策 为什么 因为你看春秋战国 东周列国日的 讲那么多的国家 已经被无数的故事 证明这个战略有利于中国 恰恰习近平给他抛弃 为什么习近平惹这么大的麻烦 这几年 这个倒退的很厉害 中美关系也崩塌了 还有重建 打个电话都高兴这个样子 那就证明大倒退 现在先往回走 改革开放40年成果也 也葬送了 搞得天弄人员啊 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全世界 被称为中共病毒 就等等 都可以看出 远交进攻 只要放弃就招了灾难 但是他没有这个素质 所以这篇文章特别令我感动 就是现在这个形势 就是当时这个 庄泽东实际上在政治上 被毛泽东 中文来这些人利用了 其实利用了以后 如果自己能够比较好的把握 或许能够避免大的麻烦 当然了 我刚才讲到很难避免 也很难这个想到这个结果啊 他讲到了 就是由于他成为优秀的运动员呢 又被中共利用来 这个转变中美关系 所以呢 这个 涂上了政治色彩了 当官了 当这么几年官啊 这个提委副主任嘛 江青一句话 这个张泽东一句话 讲得非常好啊 他没想到 他认为就是毛泽东的太太 应该是永远是一个 背靠的大叔 没想到他倒了 所以政治人物啊 没有这个永恒的 都是非常短的一个时期 这个即使习近平也一样 别看他现在 一言九鼎啊 又是新时代的中国特色 下半天人给他捧的 找不到北 他要蹦他就是一夜街 下场是很悲惨的 除非他学习蒋经国 开放党禁报警 否则他一定走这条道 那么 周翁彪他这篇文章好觉得什么 他对他爸爸这个故事的叙述啊 描写 我认为非常的清醒的头脑 他这里讲到了这个 当了官的这个 这个壮泽东啊 变了 他的太太 你想 这个一度过得那么苦啊 这里描写了啊 看了以后 使人就心里难受啊 你想 1974年的12月这个34岁的这个壮泽东就当上了国家体委主任的高位 那就那是真是找不到北了啊 不知道天都高地都厚了 所以那时候他特别尊敬这个江青 因为江青是是长辈有威严啊 这个外界传说就是说他和江青有这个暧昧啊 说就怕不怕天不怕地啊 就怕江青半夜打电话 这外界瞎喘 我这也不至于 为什么 你想他这个基层上去一个运动员 就是江青喜欢他又不敢 因为江青是毛泽东的太太你想 而且那个年代人思想是继续保守 不是现在这个呃 人的观念比较开放啊 这个用现在的观念看过去那你会想象很多 实际不是 他这个讲到了说江青就有一次呃 让他抓麻雀 办公室里有麻雀抓麻雀的时候 他江青拍了他屁股一下 说是冠军给我抓住他 那他还是不能有什么别的 他肯定是比较喜欢他 就是用其实一次利用他 结果这一利用给他带来灾难了 等到江青毛泽东死了以后 江青倒台了 邓小平这些人上来了 你想那肯定要整他 在政治上没有对和错 只有胜和败 一败就完了 所以说为什么要在任期间 一定要做好事 要抓住大政方针 把中国这个政治体制拧过来 拧过来以后能救很多人 但习近平没有这个本事 我认为啊 他是很正因为这样 他现在这个特别急于和拜登 在勾兑 所以这是应该讲啊 中美关系这个事 我在别的节目在说 我要讲了什么呢 就从这个壮作动这个人生经历 得出一个什么教训呢 就是说靠山 政治靠山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 在这个政治领域里 没有这个权力和平交接的机制 在这个体制当中 没有可靠的靠山 都是战士的 从天上落到地下 双方整个都很惨烈 所以这里讲到了这个文革结束后 庄泽东不应声落马了吗 说被审查了四年了 说四年 他这个前期包卉桥啊 就帮助他写了无数的这个审诉啊 其实写审诉也没有用 他是政治斗争啊 对不对 说他太太呢 很苦啊 一度呢 说是唐山大地震之后啊 这个装标的母亲呢 拉扯了两个孩子和三个 齐巡上下的老人呢 你想 在王府井大街的红绿灯下面 打了个地震棚啊 这就是国家的 赫赫有名的世界官员 三连官呐 转动中美关系的功臣 他的太太 结局 住了两个多月啊 在装标的记忆里 父亲没有去看过的一次 他为什么不去看 权力导致绝地疯狂 权力使人变态 你看现在习近平 哪像2012年 之前的习近平 那时候你想 不过现在在重庆 抓这个礼装的时候 习近平专门到北京 一个律师事务所去视察 那不就等于传经信息 我对这个律师好吗 但是你看他现在下令 抓着律师抓了多少 余文生 对吧 我都讲了好多呀 还有一人是徐志勇 连徐志勇的女朋友 李翘楚都抓了 昨天我讲到那诗人王藏 四个小孩丢大街上 没人管 王藏抓了抓的太太 你想 这都是习近平 就是权力导致的人的疯狂 说权力是害人的毒药 如果谁有了权能像药榜 胡药榜那样 控制自己 做好事 平反冤假错案 那就是伟人了 习近平不是 所以习近平 你别看和拜登 恢复关系了 我认为 很难再走回去了 因为首先 他自己不能改变 他 欧阳一身学毛泽东 对不对 他会 欧阳五渡个什么的 当年的 装作动这样的人物 就让你疯狂 你看装作动 疯狂到什么程度 自己这么好的太太 然后 这个 这么苦的日子 他理都不理 非常冷血 这当然后来 据说有 反悔 但是反悔 是因为 你坐牢以后 你反悔了 对不对 是因为你受到 这个伤害 你才知道 政治制度的可恶呀 所以这个 说是文革结束以后 这个装作动 讲到他这个生活啊 也是这个 受到很大的影响啊 98年后来 他和他第二个妻子 日本人啊 左左目敦子结婚了 他是他的粉丝啊 那时候日本对中国 这个平衡 就是崇拜的了不得 结婚了以后 说是他 这个 这个第二个妻子 对他确实也不错 照顾他爸爸啊 这个 看来装标的孩子 非常懂事啊 就是讲得很好 还实在 看了以后 实际的心情 非常的感动啊 这个 总之吧 我认为 这个装标这篇文章 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呢 守住本分 不要盘扶当官的 就中国这些当官 都是战事的 都是疯狂的 这种制度 绝对的制度 导致绝对的疯狂 因为他把你所有的权利 都给你自己 你像那个国企老板 那个赖小民不就是什么 家里 书架都放满了那些钱 那些废纸 有什么用 就是权利太大了 董事长加总经理 同样的 那习近平的权利 国家主席 党的主席 军委主席 十几个领导小组的组长 就有一个小组长 他不敢要 防疫小组 他不愿 要他怕死 所以说这个人就是说 一个原本是一个听喊 在人民心目当中啊 像他爸爸一样的 其实人们让他上来 人们对他上来 其余希望 就是因为他的爸爸 结果他现在学康僧 不学他爸爸 学康僧整人那些东西 整别人 所以现在这篇文章 你看到你就知道了 你也可以预示 未来这些政治人物 现在台上 蹦的是蹦高的呀 那这些领导干部啊 这疯狂疑似的人 他们将来的下场结局 如果不变个政治制度的话 一定是这样 如果说大的清算 那更厉害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他开放党经报经 学人家这个蒋经国 那可能轻视流明的 但是我认为 他们有这个精神品质啊 所以看这个装标 这个文章啊 这个特别的温馨的 就是什么呢 就最后这一张相逢面恩仇啊 就是过去有一些互相之间 闹矛盾的人啊 是由政治制度去决定的 最后你看到了晚年 他们就互相之间的关系啊 而且这个庄泽东很幸运呢 还能出版两本书在国内啊 邓小平批准我结婚 闯于创 闯于创我看过 邓小平批准我结婚 我没看过啊 这个将来可以找一本看一看 说出这些书 是他写信给万里 万里同意的 你想如果你现在写这东西 既没有万里 也没有让领导的干嘛敢批准 为什么 你想现在就习近平这个极左思想 连这种书才不让你出 说不定还得抓起来呢 对不对 所以说中国人就多可怜呢 没有言论自由 这嘴就能吃东西 就可以吃饭 连写回忆录都不行 其实人家都应该写回忆录啊 就随便写 但是没有 其实习近平他想写回忆录 他也写不了了 他写了他的下人 不让他发表 而且根本就恐怕没有写的机会 所以呢这个权力这个东西啊 真是可怕啊 你想你彭丽媛你在这个风光 你能风光过江青啊 你就看看江青就是了彭丽媛的未来 看毛泽东就看习近平的未来 看庄泽东就看什么 看出了折射出了未来的 现在跟着跟着习近平猖狂的 搞刀行的一时一党之声一人独裁 整人的官员的未来呀 所以说这个这个文章实在是太好了 我看了好几遍 这是装泽东晚年的照片 大家看的 你留自己啊 你看当年在乒乓坛上 平台上叱咤风源的 这个装泽东美男子啊 晚年也不过就是如此 一把骨灰啊 人人都要有这一天啊 所以珍惜你已经拥有的 把握你有可能拥有的 千万不要走偏 这个装泽东走偏 不一定要当官 当什么官 所以倒霉啊 说这个题目写的 起的太好了啊 作官就两年 倒霉了几十年 给大家看啊 再给大家看 但愿每一个人呢 能从装泽东的故事当中 吸取人生的教训 最后再次给大家 说一声 精神愉快 谢谢